監視機拍下在一處彎道上 當時一輛轎車經過之後 隨後一輛機車騎士 速度不慢是直接壓車過彎 結果直接摔飛出去 整輛重機是摔落四米邊 婆婆的還好 他仍是卡在上面的電線桿中間 附近民眾進莊趕緊飛奔上前 想要關心他的狀況 也幫他打了這個119 第一點就發生在嘉義縣台山縣的阿婆歪 在昨天上午的時候 米二水林姓仲息騎士 他行經台山縣313.4公里處的時候 疑似壓車過彎失控 機車摔落四米的道路下方 而仍是卡在電線桿中間的肩膀骨折 救護人員趕緊抵達 將他固定之後送上單架 而根據了解 當時他久撤職為0 疑似是因為打滑失控才會自摔 那詳細的咒勢原因還要再進一步釐清 謝謝你 建議 深入 來 舉職 了 這裡 還要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